男人們 是時候該對自己的頭髮負責了 大家好 我是郭展 身為一名理髮師 最害怕的呢 就是放任頭髮自由飛 然後完全不整理的客人 髮型師不是你的隨身物 重點是 耍酷耍帥 但是態度不能輸 男生的頭髮 只要乾淨俐落 讓別人看起來感覺就是舒服 前兩天 我接到一個朋友就請求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我們要教會他 怎麼整理 並且修剪自己的頭髮 大家可以看我最愛的朋友 他的頭髮還有他的鬍子 已經髒滿整顆頭 那今天呢 我們會利用這支 Panasonic ERG-C52 髮型造型器來教他 如何整理自己的頭髮 郭展我有問題 是 其實我在家裡面有嘗試過自己離頭髮 但是會搞得我這邊 凸一塊手又不甩 嗯 那這問題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款 ERG-C52 有19段 可調式功能 每段間距是0.5mm 非常好上手 不用擔心 那我們今天開始吧 那首先呢一開始 我們已經進行一個分線的動作 讓兩側的範圍 可以更加的明顯跟清楚 這個分線有什麼小訣竅嗎 其實通常的話我們分線的話 都是主要以這個轉角點 為主 那直直的分一個直線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頭髮也是 那理髮前 那我們眼睛先麻煩一下 那正常來說的話 我們一開始 會先調到6mm的一個 這個長度 先從這個 並角處 來小耳朵的位置 從下 往上 呈現一個 C字形的手勢 到最上面我們 夾取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做一個外拋的動作 去保留上面的長度 OK 那這款 ERG C52 它每段間距是0.5mm 所以你不用怕說 我們在理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哪個地方 有凹洞 或者說撿壞的地方 它是非常好補救 那像耳後的位置 我們要記得 把耳朵往下扳開 一樣 由下側 至上 要記得喔 這個地方長度我們是6mm 如果你覺得 這個深淺度 你還想要再更淺一點 讓它再更短一點 那記得 可以往下調整 但是不要超過3mm 這款ERG C52 搭載45度 精密刀片 所以當我們在撿的時候 都不會有任何殘留的地方 你剛才撿起來感覺應該很舒服吧 因為像一般 自己在理的時候 或是去理髮廳 人家理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會卡到 是 但這一款 很順 推過去就推過去 像我們在撿後面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 在我們甲旗的這個區域的下面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 手勢像是C的動作 保留上面這個位置 這樣我們頭髮 就不用擔心會被剪短囉 好啦 差不多啦 那我先洗一下機子 你要不要我另外邊 我自己理完再去洗 不然拆開來寫麻煩 喔 這款 它搭載的IPX7防水系統 全機殼水洗 不用拆我沖一沖就好 一點都不麻煩 等我一下喔 好 等你 好啦 我洗好了 接下來另外一遍試試看 喔 誒果仔 如果我很不能夠確定 自己該用多少長度來理 該怎麼辦 那很簡單 我會建議你一開始使用6mm 然後最低的話 不要超過3mm OK 好 來吧 那我就要 自己來理頭髮囉 有問題 記得第一步 我們要從小耳朵這個位置 貼緊你的皮膚 由下往上 呈現一個C型的手勢 然後到最上面的時候 我們記得手要往外拋 呈現C型的手勢往外拋 然後記得要理這邊頭髮的時候 要把耳朵往下移 喔 好 接著肌膚往上 呈現一個C型的動作 像是理後面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在家裡啊 你可以請你的家人 幫你拿一面鏡子 那照你的後面 這樣的話你會更清楚知道說 你現在理到哪裡 高度跟位置有沒有正確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低失敗的機會 應該差不多了吧 都差不多了 可是我會建議你的鬍子 可以稍微修整一下 鬍子修整 對 像這款 Panasonic ERGC52 它不只可以剪頭髮 還可以修整你的鬍形 真的假的 對呀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鬍子的話比較特別 是由上至下 因為我們要保留下面的鬍形 還有下面的濃密度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漸層的感覺 好 很好 那另外一邊也是 另外一邊也是 旁邊裡的差不多我覺得就可以 試試看下面 下面這邊 對下面部分的話一樣是由上至下 對 對 很好 老師你覺得這樣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上面這邊 上面的話我會建議 其實跟旁邊也是差不多的 大概5mm到6mm之間 然後一樣 對 連這邊都修得到 沒錯 有屏嗎 有 這樣明顯的話就會感覺 剛剛是比較往外擴 對 那現在這樣的話會感覺你的鬍形是比較極重一點 整個比例的話視覺效果就會感覺是 比較一致 喔 像這台 ERGC52 真的很划算 他不只可以修剪你的頭髮 同時還可以用你的鬍子的造型 那這支 不只一機兩用 保持友情的態度 同時我們還能省錢 哇 真的是酷爆 我剪的好像跟你差不多 以這次理髮來說 至少有95分喔 這麼高 這款ERGC52 真的很好用 很順手 很好推 而且用的時候完全不怕會剃成鬼剃頭 重點是 CP值太高了 真的 今天的理髮師帶你剪頭髮都學會了嗎 記得 耍褲 但態度不能輸 我們下次見 掰掰